我没想看过去几百百万万的这个灰 不知道连准是在留学的这个景色 其实这个全国的宿告风景的节目叫做白雪木 在山上最多灰恒普普冠是正了不正 园区内的圣诞白雪其实在12月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景观 其实三年前雪岛开馆的时候种下 那个时候还非常小颗就像小株虫一样 那经过三年的时间应该是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 现在都已经长得比人还要高了 而且非常非常大一虫 在12月的时候都会转换成白色 因为它原本是一整成的绿色嘛 那在圣诞节前后因为会像是雪的颜色 所以又叫做圣诞白雪 是非常就是在12月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有颗木鸣而来 因为这样一整片在背后其实非常壮观 而且很浪漫 山上最多灰恒普冠的连环标识说 北山上有个情节是圣诞初雪 这就正在这最多灰恒普冠 大门去白这假秋变会很苦 一路眼神到他看着这个酒头烧肉比 今年是雪雪藏今年是大了这么多 城市来这当地白雪面积均到大均到水 圣诞白雪的花期大概从12月初会一直延续到1月 那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在12月这段时间不仅是圣诞节 然后有圣诞白雪盛开 那这个一整个冬天的花季是不会间断的 白雪盛青春是圣诞初雪 花季在11月份开始到家当的这1月份 不仅白雪盛已经开了7岁 花季有够可以延续到古列存在进行 但仅仅仅来到最多宝宝馆 来兴奋着这个人类的刷国风景 南天新闻大家一下三上枯的蔡凰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